好,在这边我们有Value of 5 cross-contagent for angle theta 然后data是在0度跟360度之间 然后我们0到90度是1st quadrant 然后90到180是2nd quadrant 180到270是3rd quadrant 然后270到360是4th quadrant OK,然后在这边我们有corresponding angle这一种东西 首先呢,我们在这一边呢,假设我这一边有data 然后这个也是data,然后这个也是data 然后这个也是data的时候 这一些它都是corresponding angle 然后我在这一边第一个圈的时候它是data 这一个圈是百八减data 是在这一边百八减data OK,然后过后呢,这个会是百八加data OK,这个是百八加data OK,呃,我们用青色的吧 这样,所以这个是百八度加data 然后最后呢,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这一个来到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是360度-data OK,我们,我自己本身很喜欢的一个例子呢 就是我的sine 30度 我知道它是二分之一 然后你在计算机这边 你可以看sine 30等于二分之一 你要小心就是你的计算机这边要有一个d的符号 代表它是degree 如果你这一边的符号是r或者是g的话呢 你一定要把它换掉 在这边shift mode 然后你按那个3它是degree 你看4的话上面变成r了 然后如果我这样按的时候 它的号码就不一样了 或者是我在这一边shift mode 我按5的时候gra的时候 它这个是换 它也变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mathematic modernmax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degree 然后二分之一 好,然后呃,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就有sine 150 150是怎样拿到的呢 它其实是180减30 然后就是150 然后二分之一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sine 150度 也就是二分之一 然后我的sine 210度 210度怎样拿到的呢 就是说我刚刚的这一个百八减30 我变成百八加30 它变成negative二分之一 ok,negative二分之一 然后你看它都是二分之一 ok,然后接着呢 在这一边我还有sine 然后360度减30 也就是330度啦 ok,我拿到的是减二分之一 所以我的sine 330度 会是等于减二分之一 就我再按这个sine 150 二分之一 然后sine 210 然后二分之一 减二分之一 然后sine 330 然后它也是减二分之一 好,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叫你determine the quadrum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ference angle for each of the following 一三八是在这一边 因为它是在那一个90度跟百八度之间 所以它是在second quadrum 然后这一边呢 它的这一个corresponding angle 我的这个alpha呢 它用180度减138度 然后我就可以拿到42度 这一边 然后239度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想 就是说我的百八度减data 会是等于138度 所以我搬过来搬过去 所以我的data等于180度减138度 然后我就拿到了是42度 然后在这一边139度的话呢 我的那个百八度加data 那会是等于239度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在270跟180之间 所以我的data呢 会是等于239度减180度 所以我拿到是59度 310度呢 12度呢 它是在360跟270度之间 它是forquadrum的 所以我的这一个c的部分呢 就是说我的360减data等于312度 所以我的data会是等于360度减312度 ok 所以我拿到的是48度 好 在这一边 它就st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ch of the triangle function with the corresponding reference angle so在这一边呢 我们知道你要背一个东西 ASTC add sugar to coffee ok all sign teacher crazy ok 然后你记得ASTC就对了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代表的就是first quadrum的时候 是那一个sine cost tangent都是positive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是sine positive 然后我的cost跟tangent 这两个是negative ok 好 然后这一个呢 它是tangent positive 然后你的那个sine跟cost 会是negative 这个是cost positive 然后你的那一个sine 和tangent 是negative 好 所以sine 167度的时候 我们知道167度呢 它是在90跟180度之间 它是second quadrum ok so我们的那个data 百八减data ok 百八减data 等于167度 所以我的data等于百八 这边绑过来 这个绑过去 减167度 所以我拿到的是13度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sine 167度的话 你看这个是positive first quadrum是positive 然后这个是second quadrum 167是second quadrum second quadrum 也是positive 所以这个我就直接会变成sine 17度 sine13度 就直接一样了 所以你要知道你的答案对不对的时候 你就在你的计算机按sine 167 然后你拿到的是0.2249 然后你再按sine13 你也拿到0.2249 这样就对了 然后258度的时候呢 我们的258度 258度 它是在270跟180之间 所以它是在3rd quadrumastc ok 然后cost会是negative 所以cost会是negative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的那个astc 所以我的cost是negative 在这一边cost是negative 然后我的这个百八加data 会是等于258度 所以我的data等于258度 减百八度 然后我拿到的是78度 所以在这一边我可以直接拿 我的cost258度 会是等于negative cost78度 ok 你可以看到在这一边你的cost 你按cost258 你按cost258 你拿到的是negative 0.2079 然后你再按cost78 的话呢 它会变成0.2079 所以你放一个negative的话 这个跟你的这个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计算机来检查答案 然后c的部分呢 我们的349度 它是在360度跟270度之间 所以它是在quart quadrum 然后在这边astc 所以它的tangent呢 会是negative value 然后我的360度减data 会是等于349度 然后我这边搬过去 所以我的data 会是等于360度减349度 然后我拿到的是11度 所以这一个呢 它会变成negative tangent11度 so在这一边 我的tangent349 我拿到的是negative 0.1948 然后我的negative tangent11 也是negative 0.1948 所以这样就是正确的了 ok